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克里姆林宣布将从俄乌边境撤回部分军队 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表示 俄罗斯南部和西部军区的部队已经完成了任务 即将启程返回其军事基地 此外 军事物资也已开始转运 但他没有透露具体的数字 在与肖尔茨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 普京表示 他愿意继续和西方就对俄罗斯的安全保障进行谈判 但必须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而不是排除某些问题 肖尔茨再一次强调 俄罗斯若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将带来严重后果 我们完全知道到时候该怎么做 我的印象是 其他人也很清楚这一点 普京则否认乌克兰危机中 俄方的目的是发动一场战争 我们想这么做吗 当然不是 他说 因此 我们为谈判进程提出了建议 第二个新闻事件 审计公司称 特朗普集团财务报告不可信 常年为特朗普集团进行财务审计的公司 终止了同这一家族企业的业务关系 并称 特朗普集团多年的年度财报缺乏可信度 鉴于司法机关调查的推进 常年为特朗普集团提供服务的马泽会计事务所 日前终止了这一业务关系 并收回此前发布的财务报告 该事务所在给特朗普集团的一封信中称 这样做的原因是无法避免的利益冲突 纽约州总检察官来地下 詹姆斯周一2月14日 在法庭上公开了马泽会计事务所 于2月9日发出的这封信 旨在敦促法庭迫使特朗普集团 就逃税指控的调查做出陈述 詹姆斯已在上个月宣布 他的团队发现了说明 特朗普集团欺诈的证据 包括欺骗性的资产评估 马泽会计事务所表示 特朗普集团2011年6月 到2020年6月的年度财务报告 缺乏可信度 该事务所建议这家客户 向财报的受众传达这一信息 马泽在信中虽然称 并非所有的年报都含有重大错误缺陷 但其建议是 不应继续相信这些财务报告 会计事务所是根据特朗普及其企业 提供的信息和数据 撰写有关财务报告的 特朗普集团对马泽事务所的决定 表示失望 在纽约时报引述的一份声明中 特朗普集团称 这一发展表明 检查机关对该企业的调查是多此一举 第三个新闻事件 锁链女结婚证曝光 结婚合照差异大 本周二十五日 知名调查记者邓飞 爆出一组杨某侠和董志民 于1998年8月2日领取的结婚证照片 结婚照上的杨某侠的姓氏是杨庆侠 现年52岁 丈夫董志民55岁 这与官方早前公布的年龄一致 但是 结婚证上的照片相差甚远 不像锁链女 对此 网民认为 官方拒绝公开结婚证 就是担心被民间追查 两个星期以来 徐州官方先后四次发出通报 称杨某侠 叫小花梅 立宿族 来自云南福贡县亚古村 当地村民对独立调查记者说 截至2月10日 徐州官方并未派人向村民了解小花梅 同时否认杨某侠是小花梅 并否认杨某侠说话 有立宿族语口音 关注此事的时事评论人蔡慎坤认为 很多事实证明 徐州及封县县政府的相关解释不可信 他对本台说 结婚证显示 锁恋女杨某侠生于69年 现年52岁 而当局所说的杨某侠 原叫小花梅 小花梅的义父同母妹妹 叫光某英 生于1988年 他说 姐姐比她大9岁 小花梅的表弟 1980年生 说表姐小花梅 比她年长2岁 由此可见 小花梅应该生于79年 他说 我看了结婚证相片 照片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 这个问题很严重 两人的年龄根本对不上 结婚证上写的是69年出生 怎么可能是69年出生 他们去调查的结果 小花梅妹妹说 姐姐比她大9岁 那就是79年出生的 杨某侠是69年出生 第四个新闻事件 东奥瑞典双金牌得主称 让中国举办奥运 极不负责任 在北京冬奥会男子速度 滑冰比赛中 夺得两枚金牌的瑞典选手 尼尔斯 范德普尔抨击国际奥委会 IOC将奥运会交给中国 这样公然侵犯人权的国家主办 是极端不负责任 范德普尔是完成在北京的比赛 星期天2月13日 回到瑞典后 接受媒体采访时 做上述表示的 现年25岁的范德普尔 在北京冬奥会男子5000米 和1万米速度滑冰比赛中 分别夺得金牌 而且还在1万米速滑比赛中 打破了世界纪录 范德普尔在冬奥开幕前 离开瑞典前往北京时 曾被瑞典媒体问及 对中国人权状况的看法 他那个时候表示 不方便发表评论 我不认为让我去批评一个 我即将进入的体系 是特别的明智之举 如果我想活得长一点 而且有所建树的话 范德普尔当时表示 不过 等他参加完北京冬奥会的比赛 返回瑞典之后 他在接受瑞典体育报纸采访时表示 他认为北京的情况很糟糕 但同时又表示 他不想说太多 因为瑞典还有运动员在中国参加比赛 尽管如此 他还是将北京冬奥会 与1936年的柏林奥运做了比较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 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